泛民呼吁何俊仁站出來,一起總辭 多個泛民的政黨和組織,昨天車輪式遊行到政府總部 社民連同公民黨已經決定用五區總辭再參加普選 來變相公投,逼政府交出普選路線圖 去讀民主黨遲遲未決定 各黨派都去遊說他們,求同存異 黨主席何俊仁昨天被支持者質問他 怎樣做人大佬,是否自己不敢辭職 何俊仁就說總辭是行不通的,擔心會失去政改否決權 我一定不會支持總辭說很多次 那不該補選吧 如果是五區,如果是這樣認罪 如果你是推下去這樣做的話,我是很大的班 是你個人的 特首立會上普選 陳考文又出招了 和網民曾經挨招,戴上花牌 特襲唐英連在山頂的官邸 他們按鐘,不過沒有人應 之後索性坐在門口 幾十個警察來到,他們坐了一個多鐘 最後又被警員抬走了 謝謝大家